非數字個數的這個SARC的話 其實你只要把程式複製 然後貼到裡面之後 改的方式跟剛剛那個我們在 Excel裡面用函數的方式大同小於第一個 本來是大於於47 把它改成什麼 小於等於47 然後呢and把它改成偶爾 偶爾就可以了 所以兩者是相通的 所以這也是技巧的函數裡面 用乘的跟加的 那在VBA裡面是用and跟偶爾 兩邊是相通的 所以以後啦你會寫一個另外一個應該可以寫得出來 兩邊邏輯都是相似的 然後最後的話這邊把它改成什麼 本來是小於變成大於等於58 那這個情況發生才去看著 那只是輸出呢 不是輸出到B欄 而是輸出到C欄 所以把最後那個輸出到C欄這個部分 改一下 那其實這個非數字個數 就做完了 做完之後的話 如果說你要 我剛剛是逐航逐航去跑啦 所以剛剛有同學說要怎麼逐航 你可以按F8 所以 快速鍵呢就是F8 你F8按一下按一下有沒有 按一下F8 它就換下一行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非數字是不是 你可以 在F8的過程當中呢 你也可以把游標放在那個每一個變數上面 它會跳出裡面現在這個變數 所儲存的值是多少 那用這個方法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找到錯誤 OK 所以這個也是一些 BBA的寫作技巧 切記就是不要 硬著頭皮一直亂寫啦 錯了先 先把那個問題抓出來 然後你就很 比較能夠 寫 寫程式會是一帆風順 千萬不要真的 我看有些人就一直改 改到自己頭昏腦脹 然後改到就有點像那個撞牆 一直撞牆 其實沒有必要啦 有的時候對的 你就找一個 所以 我是還蠻建議各位如果將來要把BBA寫好 你就累積多一點範本 那這個範本理論上就是說 一定是正確的範本 那你可以拿範本來修改 我想應該比較簡單吧 所以以前同學學完BBA 最後的心得是說 他們都學會一招 就怎麼樣呢 拿我的範本去做修改 對 這是他們 但是慢慢他會發現這是階段性的 等到他已經把範本都熟練之後 他慢慢發現他又可以更上一層樓 所以他們慢慢又可以寫出 用自己的方法 處理 工作上的問題 不過這個是一個階段性 一個階段性的 所以 這部分的話 也許把這個非數字各數把它 執行出來 另外還有留下數字 跟留下英文 還有留下中文 那這個部分的話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剛剛是用 抗測 那我們 抗測是算幾個 可是我現在不是要抗測啊 我現在只是要留下數字部分 所以留下數字是說 當我發現有一個數字的時候 那我就把那一個數字留下來 OK 留下來之後 就串接 串接 串接到一個變數 那個變數的話 他就是一個自串的變數 然後把它串 串串串串 串完之後呢 再輸出 那其實這個地方 跟剛剛的邏輯還蠻像的 差別只是說呢 剛剛 抗著是累加 所以我剛剛強調 剛剛那個範例你可以學會累加 有沒有 以後你要累加 算幾個 有沒有 類似跟那個函數裡面叫countif還蠻像的 countif也是 幫你count一個兩個三個四個全部count在一起 那 後面這個是串接 當發生的時候就串串串 那所以呢 留下數字這個部分的 怎麼怎麼寫 其實我也是怎麼樣 拿上面這一個 來修改 Ctrl C 然後呢 Ctrl V 貼上 那把名稱改成叫做留下數字 留下 應該沒問題了 那再來的話呢 把count等於0 改成S 等於 什麼呢 自串是空自串 有沒有 如果是數字是0 初始值 那自串的話呢 是從什麼 從沒有開始 這個是 空自串的敘述 就是我要一個 變數 那裡面沒有放東西 沒有放東西 就是這樣敘述 那我要什麼情況下 才把那個 那個字抓出來 然後串在後面呢 基本上 一樣嘛 就是當 這個 的判斷條件發生了 那我怎麼樣呢 把這個count改成S S等於什麼呢 S自己本身 那 加的話 就記得改成什麼 串接 and符號 and呢 那後面串什麼呢 串找到的那個字 那找到那個字 實際上就是上面 有沒有 這邊不是一個mid 就是他 mid一直到後面 他的什麼呢 就是切割下來的那一個字 就是這個 有沒有 記得 mid的公式完整性 前瓜糊 到 那個後面的那個瓜糊 沒有兩個 一個而已 所以不要 應該 裡面那個是sales 然後 把這個怎麼樣呢 把它搬到哪裡呢 搬到E的位置 所以把它 按 Ctrl鍵 按住 拖拉 然後呢 把這個E拿掉 好 這樣的話呢 就大功 沒有沒有 還有這個 counts把它輸出 用S輸出 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D欄就可以 本來是B欄 把它輸出到D欄 好 程式就 改完了 應該可以知道改哪裡吧 所以我剛剛講 其實就是用 第一個當範本 其他 就是修改 那我把重點 畫給各位 一 就是把什麼呢 把counts改成s 然後呢 當如果條件發生的時候 那剛剛counts 你counts加1 現在counts 是用and 不是用加喔 然後把你找到的那個 切下來那個字 串在 s裡面 他原來是空的嘛 所以如果說125這個好了 他會先找到1 先串了 所以s就會變1 再來 1and 2就變12 再來5 5的話就是 在512 串一個5 就變125 所以輸出之後的話呢 就會把結果丟到D欄 就變125 就丟到這邊來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流程啦 OK吧 那我們來run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當然 理論上最有按F8啦 主行跑 不過我想應該 這個 這個跑太慢 我直接把它輸出好了 OK看一下結果 好 然後發現 125 8310 如果是數字都通通出來了 那不是數字就保留 就 沒有東西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 那 留下英文 留下中文 其實規則差不多 但留下英文會有個問題 他有大寫跟小寫 所以我剛剛提過啦 你可能需要找到一個函數 是什麼呢 把 所有的字通通轉成 大寫的那個函數 VBA有啦 你找一下 應該OK 反正 我前面講過啦 如果你要找VBA裡面所有函數嘛 上面不會有問號對不對 問號裡面呢 他會有一個什麼呢 叫做程式語言參考 裡面有個函數 所以我建議如果你要把VBA 徹底了解 很簡單 自己要下一點功夫 你把什麼呢 程式語言參考裡面的函數有沒有 這邊不是有個清單 A到Z 每一個每一個把它點開來 然後做一點筆記 我講個位前就是這樣 每一個每一個啊 看一下每個函數做什麼用途 那我就知道說 裡面會有個函數 他是為了來 把裡面的字全部轉大寫 也有轉小寫的 這個當然如果你實在不知道 不過也不用硬背啦 上面會有個搜尋嗎 對 搜尋可不可以啊 比如說你要什麼 把小寫轉大寫 你就打什麼 打 不用打 太那個 因為他不是Google 所以可能找不到 你就打個大寫 我記得好像 你就這邊打個大寫 因為我要功能是跟 大寫小寫有關的話 他會提出這邊告訴你 有這麼多個 那接下來就是你要去判斷了 找到了 U-Case 這個 不過 或者乾脆什麼 小寫轉大寫 看看他會不會接受 小寫 轉 轉大寫 Enter 沒有 只是他因為他這個 我說我講過他 說的 空一格看看 小寫 大寫 有啦 不過還是沒有 不是排在第一個 還是這個 U-Case U-Case 是 小寫轉大寫 就是所有的字 通通轉成 大寫 那當然換一個 也可以小寫 所有的字轉成小寫 那就是什麼 L-Case 或者你可以點 U-Case進來 他這邊有個請參月 應該理論上相關的函數他也會在請參月裡面會出現 所以你可以針對他找到的函數 再進一步去找 怎麼使用他這邊我想 這些訊息應該足夠於 讓你在城市撰寫 可以可以把你要的東西給做出來 請各位先試著做做看 剛剛 第一個數字個數 然後再來就是非數字個數 然後再來就是留下數字應該OK的 那再來就是 那個 就是留下英文的部分 英文因為有大小寫 所以 在函數裡面有一個叫 U-Case 把它轉成 大寫 再來判斷什麼呢 他是不是在哪個範圍呢 在ASCII Code裡面的第10 我們的講義第19頁裡面 只要判斷65 到 90之前 那 就是一個英文 OK 那先把它改一下好了 那中文怎麼辦 其實中文很簡單 他就是不在內瑪標裡面 所以 就是 小於0 或大於127 後來有同學問說 老師那日文韓文怎麼辦 那不是重點 我們現在不是解決那個多國語系的問題 我們只是解決眼前看到的問題 至於如果說你要解決什麼 日文韓文中文那些的差異 你可能要去查一下 unicode 那個位置表 他會有一個固定的範圍 某個範圍 就是中文 某個範圍 日文 某個範圍就是 韓文之類的 那那個可能Google一下應該就會有答案 我想 就不在我們課程討論的範圍之內 那這個部分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那我們先要不要休息一下好了 因為這個 想 今天 連續今天主要都在講程式 而且這一題 坦白講是 難度 比較高一些 又比之前 還要來的更困難 不過如果這些題目你都可以 一路的把它 過關斬將的話 我相信你以後在處理VBA的事情上面你會更有信心 現在是4點 休息個10分鐘好了 待會再來看那個 後面 留下英文留下中文部分 當然可以先試做